应该多少单选 多选 Radial Button是单选 然后另外还有Spinner Spinner是下拉选单 还有这个进度 Prox bar 就是可以进度 然后要可以输入的话 这边有个叫test fills 看你要输入什么 然后layout有哪些layout可以改 然后这边有一些 像是清单 都可以从这边去做切换 这上面的都vg 这个vg就是界面 界面的这个物件 我把它称为原件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布局 那界面的部分设置好之后的话 再来就写程式 程式部分的话 该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界面 在layout里面 程式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其他的 你暂时可以略过没关系 有空将来之后再来了解 然后程式在这里 它叫mainactivity.java 打开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个地方的话 画面太小了 先把它改一下 这个在一般事项里面的外观 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基本 基本里面的文字字形编辑 编辑我把它改成那个14号好了 看起来比较大 那里面的话把这边改一下 确定 这也是记一下就记得起来 常用就会 OK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个class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它有哪些 它是mainactivity extense什么呢 activity 所以在那个extense extense就是继承activity 那也就是在android里面最重要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类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activity 所以activity是什么呢 android里面的app 套件里面的activity 那它里面有哪些东西 请各位把它展开来 就是这些东西 它做什么用途呢 请自己稍微看一下 最重要的是它有个生命周期 所谓生命周期就是 当它被漏进来之后 它会触发uncreate的方法 所以我们Java一进来是main 对不对 可是在activity 进来是uncreate uncreate之后的话呢 unstar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